上一讲谈到,儒家的人政理论在宋王眼身上遇到了障碍,宋王眼非但没能凭借人政一统天下,反而周边大国把它灭了。 那么否定人政的话就等于给儒家的理论大厦釜底抽薪,继续高举人政的话就等于否认历史。 这是左右为难啊,到底怎么才能把这个话说圆呢? 只要很想把话说圆,怎么都能说圆?一种很经典的解释是这样的,宋王眼啊,一开始确实真心实意的实行人政,这个呢,让孟子特别的欣慰,跑去宋国亲身参与这一场改天换地的伟大事业。 而宋国周边的大国,尤其是齐国和楚国,统治者生怕被拉下台,所以到处散布宋王眼的坏话,把它污蔑成咒王一样的暴君。 泼完脏水之后呢,这些坏蛋就打着正义的旗号攻打宋国。 所以万章才会担心,生怕宋国国力太弱,扛不住。 但孟子入情入理地开倒了万章,认为啊,和阴谋注定不会得逞。 宋国虽小,前途无量。 事情啊,原本应该向着孟子的预言发展下去,统一天下的不会是秦国,而一定是宋国。 但没有想到,宋王眼一带人均,竟然腐化堕落了,人证当然也就搞不下去了。 而这个时候,孟子已经离开宋国很久了,应该满怀着失望和畅妄吧。 问题啊,确实解决了,但旧问题才解决,却带出了新问题。 那就是,宋王眼一带人均,怎么就腐化堕落了呢? 就算腐化堕落了,孟子不是在吗? 他老人家不是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吗? 怎么就没能把宋王眼重新的引上正道呢? 这个问题还真有一个稍微靠谱的答案。 就在万章提出自己的担心之后,孟子又和一个名叫戴不胜的弟子做过一番讨论。 戴不胜,现在你看到这个名字,应该能够想到他是戴氏家族的子弟,而戴氏家族是宋国的大族。 前面讲过,在宋国的各大士族里,戴氏势力很强。 所谓戴氏,顾名思义,是宋戴公的后代,以宋戴公的嗜好作为自己这个分支的氏族名号。 戴氏开支散业,规模太大了,还要继续分化,于是分化出了画氏,皇氏,乐氏等等之系。 篡位的思成梓涵,也就是初至典故的主人公,就属于戴氏。 所以当下这位戴不胜,关注宋国的时政,关注宋王衍身边的人,有这种血缘上的亲近关系在。 当时戴不胜,很想把一个名叫薛居舟的大好人,引遷到国君身边,希望他能够带着国君多学好。 但孟子对戴不胜说,你不是很希望你家国君学好吗? 那我明确告诉你,好比有一位楚国大夫,想让儿子学会齐国话,他应该找齐国人来教呢? 还是找楚国人来教呢? 戴不胜说,当然找齐国人来教啊。 孟子说了,如果一个齐国人在教,旁边一群楚国人打岔,就算每天拿鞭子逼着孩子学齐国话,孩子也不可能学得会啊。 孟子继续讲道理,但如果呢,把孩子带到齐国首都留学,就住在林兹市中心的话, 那么不消几年,就算拿鞭子逼他讲楚国话,他也只会讲齐国话了。 同样道理,你说薛居舟是个好人,要让他住进王宫,亲近国君。 但如果王宫里边,男女老少都是好人,国君能跟谁结伴去干坏事呢? 相反,如果王宫里边,男女老少都是坏人,国君又能跟谁结伴去做好事呢? 把一个薛居舟扔进这个坏人堆里,又能起多大作用呢? 孟子最后一句话的原文是,以薛居舟,读辱宋王河。 这句话呢,透露给我们两点重要信息。 一是,宋国国君确实称王,不然的话,孟子应该称他宋君或者宋侯什么的,而不会称他宋王。 二是,这位宋王,就算真的在搞人证,姿势应该很不中看,不然孟子呢,也不会觉得他身边没有好人,而且不可救药。 薛居舟这个名字后来成为一个非常经典的文化鱼马,反复被人拿出来借骨伤尽。 王恩石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。 昔在宋王所,皆非薛居舟,区区亦不胜,辛苦亦可求。 怀禄俱有耻,知命乃无忧,此事自可怜,能负,是此否。 诗的题目叫戴不胜,显然王恩石把自己带入了戴不胜和薛居舟的情境里, 倍感孤独和无奈,在他的心里,司马光大概也属于宋王衍身边的坏人之一吧。 但是宋王衍,究竟为什么没有把人证进行到底,应该也有自己的一番苦衷。 从孟子的下文来看,一个叫戴盈支的人,很可能是一位宋国大夫,就人证问题,请教孟子说, 按说把税率减到10%,取消关税和商业税,这都是好事,但改革恐怕,一下子很难改到这么彻底。 要不先别捡这么多,等到明年再完全实施,您觉得怎么样呢? 这话应该很在理吧,但孟子的回答是,这个好比是有一个小偷,他每天去邻居家里偷一只鸡,有人批评他,他也知错了, 但他说,改恶从善要逐步来,我先把每天偷一只鸡,改成啊,每个月偷一只鸡,等到明年再完全不偷。 这显然,不再理吗?如果知道错了,赶紧停手也就是了,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? 孟子显然,并不理解,传小好掉头,传大难掉头的道理,戴盈支反而是个非常有实感精神的人, 意识到改革不能走得太陡,必须平稳过渡。 不过呢,孟子开出来的药方虽然不靠谱,拿小偷打比方,有一点类比不大, 但这段内容的意义在于,说明宋国确实搞过人证,至少有过搞人证的意图。 所以宋王眼种种所谓昏庸无道的行为,很可能真的是国际反宋势力的栽赃无眠。 孟子的类比并不十分恰当。 关于这一点,宋朝人就已经看出来了。 南宋初年,莆田人郑后特别看不惯孟子,没少说孟子的坏话, 结果被政敌抓住把柄,不但自己被免职,出过的书也被收脚烧掉了。 幸好朱熹和余允文很有针对性地回应过郑后对孟子的批判。 所以我们从运文的《尊孟变》下卷,还能看到对郑后著作《一谱折中》的引述。 郑后批评孟子,说小偷去偷邻居家里的鸡,是跨出自家的边界,抢占别人的财产。 而政府收税,明明就不一样嘛,所有操作都在自家边界之内,可见孟子的滔滔雄变,只有滔滔,但一点都不严谨。 诶,你是不是觉得郑后的批评特别在理呢? 先别忙着下结论,看看余允文的反驳,竟然也很在理。 余允文的意见是,战国时代诸侯在境内征税,本身就不讲理,只会横争暴敛, 这和抢劫毫无区别。 我们拿今天的标准来看,无代表则不纳税,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共识, 所以孟子的意见倒也很能站得住脚,多征税,并不比偷鸡更高尚。 每月偷一只鸡,孟子的原话是月嚷一鸡,后来月嚷一鸡或者嚷鸡就变成典故了, 在古代的诗词文章里,时不时的就会出现。 试问一下,哪些情况真的需要听孟子的话呢? 有这样的一个例子,明朝天启五年,官员张轩用一首长诗问水歌记录一场水灾, 说天灾呢,伴着人祸,农民遭完灾,还要被官府催收赋税,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。 既然明知是科政,为什么就不能马上结束科政呢? 于是张轩写道,柳州曾说,宁捕蛇,婴之上欲,月嚷鸡。 前一句是柳宗元捕蛇者说的典故,后一句就是戴婴之这个月嚷一鸡的说辞了,张轩显然站在孟子一边。 宋国称王的事情,资质通鉴在后文还会有更多的交代,将会让我们看到宋王爷到底如何捅了马蜂窝。 而在同一年里,五国乏勤的军事行动又何尝不是捅了马蜂窝呢? 所以下一年里注定风起云涌,我们下一讲再见。